一场惨烈车祸 照识车车主昏睡不醒 附近诊所内一名奇怪的病人 引起警方怀疑 可另一个人却癌自身 事发前三个人参加了同一场饭局 究竟谁才是照识者呢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 致命的饭局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 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 每个判局背后的逻辑 是非对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结案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结案 去年11月份的一天下午 在西南某地一所中学附近的十字路口 发生了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 现场布满了血迹 一辆白色的SUV悬挂在断裂的护栏上 里面空空如也 照是司机不知所踪 事故现场周围挤满了人 很快的车主找到了 名叫孟小军 是当地一家房产公司的老板 孟小军满身酒气 亮亮腔腔地走进了派出所 经过检测 孟小军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竟高达每100毫升 181.6毫克 已经达到了最久的标准 难道是孟小军罪驾撞死了人 一听到警方怀疑自己 醉醺醺的孟小军 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他承认照示车辆确实是自己的 但是对于酒后照示一事 却失口否认 至于自己的车子 为什么会出现在事故现场 孟小军一时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而正在此时 一通举报电话打破了僵局 来电者是当地一家诊所的吴医生 他提到 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 诊所里来了一位奇怪的病人 自称叫做刘芳斌 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年男子 和一个老太太 三个人神色慌张 这个叫做刘芳斌的患者 还没有等吴医生给诊断完 便焦急地说 医生您赶快给我输点液吧 随便输点 什么液体都行 吴医生有点生气 对刘芳斌说 你以为这是营养品吗 随便输点 我们这里不随便给患者输液 你去其他诊所吧 和刘芳斌一起来的男子 则赶忙凑到了医生旁边 笑着说 医生呀您别听他的 他喝多了 我这哥们呀吐得厉害 刚才呀还差点晕倒了 要不呀 您就给他输点葡萄糖吧 吴医生看到他们期待的眼神 又看着脸色惨白的刘芳斌 最终同意给他输液 三人连忙表示感谢 刘芳斌一边输液 一边不停地大口喝着水 而和他一起的男子 则焦急着打着电话 吴医生隐约地听到 中学人死了没等字眼 更加地困惑了 诊所里刘芳斌等人行为异常 而此时护士小刘突然跑进来 讲了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的事 吴医生越想越不对劲 难道这三个人和交通事故有关 于是他赶紧向派出所通报了情况 而正在此时 清醒一点的孟小军 回忆起事情的经过 他提到 今天中午呀 我和朋友刘芳斌 王亮一起吃了饭 喝了点酒 刘芳斌和王亮 看到自己开了新车 便提出想要试开一下 为了炫耀 孟小军二话没说 便将车钥匙扔在了桌子上 不过呀 最后到底是谁把车子开走了 自己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和孟小军一起吃饭的人 叫刘芳斌 诊所里边的奇怪病人 也叫刘芳斌 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赵氏司机是不是就是这个刘芳斌啊 正当大家将目光锁定刘芳斌时 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又传来了 一个叫做王亮的人来自首了 说是他开车撞死了人 根据王亮陈述 今天中午 他和自己的朋友 孟小军 刘芳斌一起吃饭 吃完饭后 他需要回家给孟小军取样东西 由于自己没有车 于是呀 便开了孟小军的车 行驶到一中学路段时 勿将油门当成了刹车 酿成了惨货 经过检测 王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是每100毫升45.7毫克 没有达到醉酒的状态 一个是醉得不省人事的车主 孟小军 一个是诊所里边的神秘来客 刘芳斌 还有一个是神智清醒的自首者 王亮 三个人又同时是同一场饭局的 焰客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肇事者 有没有顶包的可能 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很快的 银行的监控视频排除了孟小军的嫌疑 而经过吴医生的辨认 诊所里边的神秘来客刘芳斌 正是前来自首的王亮 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突然对他大献殷勤 同学承诺帮他完成梦想 成就一番事业 可他却决定报复 他为什么对这位同学怀恨在心 他将如何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呢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 正在为您讲述致命的饭局 王亮向警方交代 原来啊 他和刘芳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孟小军是他们的初中同学 一年前 失业的王亮经过刘芳斌的介绍 到了全市最好的酒店当保安 刘芳斌是保安队队长 事故发生前三天的晚上 王亮正准备去职业班 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突然映入眼帘 王亮接通了电话 来电者不是别人 正是许久没有联系过的孟小军 孟小军一改往日居高临下的姿态 语气亲切了不少 王亮心里泛起了嘀咕 孟小军突然给自己打电话 绝不是叙旧那么简单 寒暄过后 孟小军说道 老同学 我最近想开一家4S店 你之前不是在4S店干过吗 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 王亮一听善善地说 孟总 您这是和我开玩笑吧 我一没有钱 二没有技术 怕是挡了您的财路 感觉到王亮的怀疑犹豫 孟小军接着说 老同学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你只负责出技术 这样嘛 咱们抽个时间一起吃个饭 具体谈谈细节 原来啊 王亮一直都梦想着 能够有一家自己的4S店当老板 只是苦于没有资金 也就不了了之了 听到孟小军的提议 虽然心有疑虑 但是王亮还是决定赴约 为了防止被坑骗 王亮决定带上自己的好兄弟 刘芳斌 几杯酒后 王亮走到孟小军旁边 笑着说 孟总 我想先和您谈一谈 我对4S店的一些想法 还没等王亮说完 孟小军打断了他 开店的事情 我们一会儿再说 我现在手上有件棘手的事 想请你们帮个忙 只要事情办成了 4S店的事情 全听你们的 听了孟小军的话 王亮和刘芳斌才终于明白 原来孟小军这次无视献殷 请是另有所欲 有求于他们 于是王亮收起笑脸 回到座位上 他倒想看看 孟小军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此时的孟小军 已经喝了不少酒 他叹了一口气 拿出一张照片说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可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了 我和我姐的公司 有些把柄被我姐夫知道了 不过据我所知 我姐夫身上 可能也有不干净的事 就在前几天 我朋友说 他亲眼看到我姐夫 和一个女子 手挽着手进了你们酒店 只要能拿到他出轨的证据 我就有办法让他净身出祸 所以想请你们帮个忙 王亮恍然大悟 孟小军接着说 按理说吧 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在咱们市也算有点人脉 换做是其他的酒店 监控视频随随便便 也就拿到了 可是呀 偏偏你们酒店的老总 是我生意上的死对头 我要是找他 他肯定不会把监控给我 所以啊 想私底下请你们帮个忙 王亮刚要拒绝 刘方斌打断了他 刘方斌说道 这件事情啊 不好办呢 弄不好 可是要丢饭碗的 孟小军赶忙说 哎哟 都和你说了 只要事情办成 咱们就一起开4S店 到时候 你还在乎一个小小的保安吗 王亮还想说些什么 刘方斌又拦住了他 刘方斌对孟小军应允道 让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您别着急 一切都好商量 走出了酒店 王亮不解地问刘方斌 你刚才为什么拦住我 难道你真要帮他不成 刘方斌笑着说 哎哟 那你可真冤枉我了 我再不聪明也看得出来 孟小军压根就不是真心 想和咱们开店 他不过是想利用咱们罢了 王亮更加不解 你竟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拦住我 刘方斌说 你难道忘了 当年他是怎么欺负咱们 之前又是怎么害你 失去工作的了吗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现在就是机会 王亮想起往事 拳头越钻越紧 原来啊 王亮的父亲和刘方斌的父亲 是铁哥们 两家还是邻居 关系一直很好 不知不觉 王亮和刘方斌都上了初中 家里的开销日益增大 王父便辞去了工厂里的工作 应聘到当地一家物流公司 当司机 而这家公司 恰恰就是王亮的同学 孟小军家的 孟小军 平日里就仗着家境优渥 经常欺负同学 当得知 王亮的父亲 在自家公司当司机时 对于王亮和刘方斌 那更是忽来喝去 经常威胁 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王亮和刘方斌 也只能任由孟小军摆布 初中毕业后 孟小军继承了家业 当上了老板 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 王亮没有考上高中 但是他从小喜欢汽车 便学了汽修 毕业之后 便到了一家4S店打工 虽然家里条件很一般 但王亮一直梦想着 开一家汽车4S店 所以他入职后勤奋耗取 很快便做到了 店里的高级机室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深夜出现了 这个人正是孟小军 孟小军一看到王亮 便嘲讽地说道 哎哟 我还以为这是谁呢 这不是老同学吗 躲在这儿发财呢 一边说 一边将车钥匙扔给了王亮 转身拉着4S店的老板走了 王亮虽然气愤 但是呀 还是闷着头 给车做起了保养 几个小时后 车子保养做好了 可是孟小军刚打开车门 便转身对4S店的老板说 不对呀 我这车里明明有一个 我刚刚从国外定制的打火机 怎么不见了 4S店的老板转身问王亮 王师傅 你看到没有 王亮刚要说话 孟小军打断了他 小事小事 王亮 你喜欢就和我说嘛 算了算了 同事们开始窃窃私语 气愤的王亮脸色惨白 一怒之下 脱下了工作服 扔在了地上 撂下一句 老子不伺候了 便扬长而去 失业后的王亮开始酗酒 整日无所事事 而早早辍学的刘芳斌 已经成为本市最好的酒店的保安队队长 后来经过刘芳斌的介绍 王亮也到了这家酒店 当起了保安 想到这里 王亮咬牙切齿地说 我现在之所以混成这样 都是孟小军害的 他不是想要监控视频吗 只要视频在咱们手里 总有整他的办法 当天晚上 二人回到了酒店 打开了那一时段的监控视频 对照着孟小军给的照片 看了起来 不久 他们便发现 孟小军的姐夫 确实和一个年轻的女子 走进了酒店 不过二人之间 并没有什么亲密的举致 在房间门口 简单地交谈几句之后 便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不出二人之间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原来他姐夫没有出轨啊 刘芳斌遗憾地说 王亮思索片刻说道 别着急 孟小军不是想要 他姐夫出轨的证据吗 那咱们就给他做一个 到时候发现证据是假的 我看孟小军怎么下台 他们家非反了天不可 说完 王亮便将监控视频 烤到了自己的U盘里 用手机进行了剪辑 请他人进行了合成 一段伪造的出轨视频 就这么形成了 他本想捉弄一下 曾经欺负自己的老同学 结果弄巧乘桌 为了完成复仇计划 他情急之下酒后开车 引发车祸 事后他稀释血液 妄图掩盖事实 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刑法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庆法官 正在为您讲述 致命的范语 王亮将制作好的视频 烤到了自己新买的U盘里 便给孟小军打电话 约好了第二天中午见面 约定的时间到了 孟小军却姗姗来迟 一个小时后 迟到的孟小军笑着走了进来 对不住呀 我呀刚刚去提了一辆新车来晚了 今天中午我请客 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 平日里就爱喝酒的王亮 一听到随便点 马上点了两瓶最贵的白酒 和孟小军喝了起来 刘方斌当日感冒 吃了药便以茶代酒 酒过三巡 孟小军对王亮说 监控视频带来了没有 王亮赶紧将U盘递给了孟小军 突然王亮的表情 凝固了 他猛然发现自己拿错了U盘 递给孟小军的是放着原来视频的老U盘 而新的U盘还在自家的柜子里 表面上 王亮继续有说有笑地喝着酒 但是内心里却焦急万分 突然他看到桌子上 孟小军的车钥匙心生一记 他笑着对孟小军说 孟总 您这辆车应该不便宜吧 我还没开过这么好的车呢 让我试试呗 孟小军一脸鄙夷地看着王亮 你个土老帽 拿去拿去 不过呀 别走远了 当天下午 天下着小雨 路面湿滑 为了能够早点拿到U盘 王亮行驶到一中学附近时 也没有放慢车速 可正在此时 车的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 骑自行车的老大爷 一时失神的王亮没有反应过来 当踩刹车的时候又误踩了油门 猛打方向盘 还是撞倒了老大爷 并且静止地撞向了 正在过马路的一家四口 几乎就在一瞬间 惨烈的车祸便发生了 王亮瞬间罪意全无 他本想报警 但看到眼前的惨状 却又打起了退堂鼓 于是王亮迅速逃离现场 飞奔回家 并将撞人的事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母亲 王母听闻是自己的儿子 醉酒开车撞死了人 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怒骂道 我平日里就告诉你 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你偏不听 现在闯祸了吧 你让咱们家以后可怎么办 王亮立马想到了 自己的好兄弟刘方斌 刘方斌一听 犹豫地说 亮子啊 其他的事情都行 我都帮你 可是现在死了人 要是被发现 咱俩都得进监狱啊 王某见状说道 儿子啊 事到如今 只能去自首了 可是醉酒撞死人 可是要判重刑的 要不 等酒醒了 咱再去 王亮听闻摇摇头 不行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对了 去输液 血液稀释后 就查不出我喝酒了 于是三人 一起来到了 吴医生的诊所 为了防止以后被查出来 给自己留条后路 王亮在诊所里 谎称自己是 刘方斌 并且要求医生 给自己输液 吴医生 视觉蹊跷 于是报了案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车主孟小军 知道刘方斌和王亮 想用假视频 报复自己 并且开着自己的新车 撞死了人 扬言要追究 王亮的责任 而正在此时 孟小军的姐姐和姐夫 闻讯赶到了派出所 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 孟小军的姐夫 气愤得是拂袖而去 孟小军和姐姐 赶忙追了出去 而另一边 王某和刘方斌 帮着王亮 毁灭最久的证据 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红线 考虑到他们的情节 显著轻微 办案人员对二人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这一场交通事故 造成了四名被害人 当场死亡 另一名被害人受伤后 被送往医院救治 由于年龄较大 在治疗一段时间后 也死亡的结果 案件查明了 公安机关将案件 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很快的 检察院以涉嫌 交通肇事罪 起诉了王亮 审理这起案件的是 法院的洋法官 法庭上 王亮后悔不该酒后开车 造成重大车祸 但同时他认为 自己也是受害者 因为请客喝酒的人 是孟小军 允许他开车的 也是孟小军 而且王亮还提出 他属于自动投案 应当减轻处罚 那么王亮的辩解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杨法官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是 王亮的行为 是否属于 交通运输 肇事后逃逸 如果属于 是否属于 逃逸后 致人死亡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133条的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是公司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居易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或者有其他 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因逃逸后 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可见 二者在量刑上 存在重要的区别 根据相关规定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是指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 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而逃跑的行为 而逃逸后致人死亡 是指由于这种逃跑的行为 是被害人 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而死亡的情形 办案中 王亮的行为 属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但是并不属于 逃逸后致人死亡的情形 那么王亮的行为 是否构成自首 是否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呢 杨法官认为 虽然王亮逃离了事故现场 但是后来还是主动盗案 起初想要隐瞒最久的清洁 但是后来还是全部的 如实供述所有的罪行 因此仍然构成自首 但是王亮醉酒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后 并没有立即报警 及时施救 而是汽车逃逸 并且还妄图通过 找人顶包 稀释血液等方式 减轻处罚 可见他的主观恶性较深 造成的后果也非常的严重 因此何一廷经过评议后认为 对于王亮不从轻或减轻处罚 最终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王亮有期徒刑 六年零十个月 回顾本案 王亮为了报复孟小军 而萌生骇人之心 明知醉酒 仍然驾车上路 最终不仅造成了 几个家庭的悲剧 也断送了自己的未来 而王某刘芳斌 面对犯了错的王亮 企图一起帮着稀释血液 掩盖事实 可是他们忘了 这五条生命的逝去 又怎么能够掩盖得了呢 酒后莫开车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可是偏偏就有人 智若罔闻 铤而走险 最终酿成惨祸 说到底 这是对生命的无视 也是对法律的挑战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好 真实案例 法官视角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张老汉家两头牛 接连中毒死亡 他怀疑是邻居报复 张老汉按照指示 果然将邻居抓获 没想到却闹出了人命 邻居真的是下毒之人吗 他为什么会深夜出现在张家牛 牛洋洋法官 下期为您讲述 牛被毒死 邻居到尾